坦白講一個公司沒有賺錢 作為董事長 我沒有任何的解釋 台電連年虧損 外界質疑聲浪不斷 2022年虧損金額 更高達2265億元 監察院提出調查報告 只說台電虧損 就是因為台灣電力結構 八成能源來自火力 更有97.3%的發電燃料 仰賴進口 惡物戰爭導致國際燃料價格飆升 所以讓採購燃料成本 大增到6166億元 比起2021年多出兩倍 雖然監察院發函台電要求改正 但是監察院的報告 事實上根本就是避重就輕 甚至其實根本就是要刻意的去護航 蔡英文的非核家園政策而已 國民黨立委痛批 監察院報告沒說到痛點 根本是在幫忙卸責 而台電持續虧損 卻照發員工4.4個月年中 也一度報受批評 不為了公司將來的死活 這樣的領導人是不是該下台 儘管經濟部長郭智輝澄清 績效獎金跟公司虧損沒關係 但台灣電價高昂和電力缺口 如何彌補的問題 仍懸而未解 臺灣的能源結構並不是一天一夜造成的 那未來我們是不是有更多的再生能源來投入 以及在這過程當中怎麼樣減少對於外部進口能源的依賴 未來的新核能 那我們絕對抬取開放的態度 它如果沒有核安的問題 它能夠沒有核廢料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很開放的來討論 面對企業松綁核能需求升升幻 政府未來能源政策還有沒有轉緩空間 恐怕還得經過漫長討論才有答案 三立新聞張有權力加欠 台北報導